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殿16战机已经正式的是非了 但是是模仿俄罗斯战机的 到底有没有模仿有什么样的攻击性能 最新的参数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都会披露 还有一个消息 美国说解放军的航母短期之内还不会形成战斗力 重点还是打造潜艇 9年之内未来9年 解放军可能打造新的30艘的潜艇 所以美国要强化在亚太整个反潜网络 日本美国澳洲都要征查相关潜艇的设备要增加 另外美国特别把三架最新的反潜机部署到关岛以及解放军怎么办 今天会谈到 还留意一下台湾最新的民调 说台湾年轻人有半数不愿意为台湾打仗 但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调查超过七成五 愿意为中国大陆移战 到底怎么看两岸的对比呢 稍微来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给报 美帝中央空调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美帝中央空调赞助播出 今天香港的各大报纸都引述来自于中国军方昨天一个宣布 中国国防部正式宣布昨天 中国大陆所谓试验用途的航母平台 也就从乌克兰购买就把两个号 昨天已经正式的出海 再度展开第二次的所谓海事 综合香港报纸这些报道 也提到这次出海有新的一些试验和突破 而且海区的华航的相关的试验范围达到4000平方公里 我们注意到根据海外的报道提到 这次第二次航母平台出海 比起第一次8月份的时候时间相差了100多天 这100多天当中主要是总结了 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第二次出海 这次出海当中将会检讨和再度的试验 另外这次的出海从昨天开始将会持续到12月的5号 在一周的时间当中展开密集的训练 重点可能就是要训练所谓舰载机的相关的系统 以及指挥和联系通讯等等方面 那么特别提到目前注意到最新中国的航母实验平台 它的加板已经是喷上了起降的标志 可供战机展开起降的训练 也就是舰载机的起降的训练或者测试 另外试航区刚才提过有4000多平方公里 滑在了黄海的深处 而且周边是有中国大陆的军舰展开护航的 这次出海有一个特点首先选择是在白天出海 不像第一次出海的时候 在清晨不易被外舰发现 这次是高调在白天出海 而且有七八艘的拖船 把大型的航母平台拖出到深海当中 仍然是用拖船来拖的 另外这次也选择白天的时候 似乎也要向外舰显示 中国航母已经相当的在试验层面高调和成熟了 也是有一种像周边国家一种是非的概念 这是香港媒体的解读 另外提到舰载机方向 这次要测试另外可能还有四大方向要测试 一个是动力系统 另外也是雷达系统 还有通讯系统 特别舰载机的测试 主要是升降的测试以外 包括舰载机起飞之后 与母舰之间所有的通讯联络 也要展开测试电子的测试 另外提到在加版上 舰载机要展开升上加版 在加版上加油 滑行 挂弹飞行等等相关的测试 可能一系列动作 周边国家也可以强烈的关注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日本等相关的国家 在周边实际上 这种侦测船 侦测飞机也是密集的部署 也是要测试 中国大陆展开相关电子侦测 通讯联络的时候 能不能捕捉到一些信号 另外提到了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 自己也承认 这虽然是航母平台第二次测试 一般来说 新的航母测试或者实验测试 需要两到三年 真正能够形成战斗力 估计要十年 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也就是说2020年之前 中国大陆军事专家自己估计 航母并不能够真正形成战斗力的 航母没有战斗力怎么办 同样我们注意到 香港明报也有个最新报道 说中国大陆航母在试验 但是五到八年 不会行为战斗力 潜艇仍然是中国大陆的主力 根据美国最新的情报 显示中国大陆 在现有的58艘服役的潜艇当中 将在未来的9年到2020年之前 要新打造新增加30艘的潜艇 使到中国大陆潜艇接近90艘 这是美国的情报 而且未来一旦有了航母之后 航母的编队 需要大约2到3艘的 原级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 作为航母编队的护航 根据这个情报还特别显示 目前中国大陆58艘的 现役潜艇当中 5艘是原级比较静英 比较安静的潜艇 另外11艘是宋级潜艇 12艘从俄罗斯买到的 所谓基诺级的潜艇 23艘到25艘 现在三大舰队服役的 是老旧的所谓名级潜艇 超过一半 另外还有5艘 就所谓核潜艇 这是目前中国潜艇的 所有的情报家当 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报道 好我们看另外一个消息 提过海军看看 中国的导弹部队 也是别受关注 最新一期的汉河防御评论 引述美国国防新闻周刊 最新一个报道 特别提到 中国大陆目前在湖南 新增加了一个东风 东风31A 洲际弹道导弹 打击的这个长驻的旅部队 放在湖南的邵阳 根据这个情报 特别显示 中国大陆第二个东风31A型的 长城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射部队 情报显示 中国大陆以往有两个相关的 东风31的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部队 第一个东风31部队 放在甘肃的天水 第二个东风31A型的部队 放在了河南的南洋 那么根据这个情报显示 形成了所谓甘肃 河南湖南三角形的 内陆府地的部署 一方面是在内陆府地 这个基地容易来回的都转 不易被发现和攻击 另一方面通过车载 可以把这个东风31 长城洲际弹道导弹 可以展开这个国内 自由的运输 展开机动的攻击 根据情报显示 美国发现 每个旅大约拥有 16枚的相关的导弹 你不要像最新驻 它在湖南这个邵阳的 这个805旅 这个最新的旅 大概就有16到18枚的导弹 而每枚导弹 大约可以携带 48枚的相关的核弹头 美国说 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 用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 来带多弹头的技术 但目前没有展开过 正式公开的这个试验 因为美国俄德斯 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 大量相控阵的 大型的监测雷达 目前都没有收集到 相关的信号 没有多弹头试验的信号 可见了 没有展开过真正的试验 另外提到 中国大陆除了这三个 公开的甘肃 河南 湖南的基地以外 实际上还有一个 第四个旅 是作为试验用途的 在中国内地 另外还有两个 在地下洞库的机动旅 作为核反机 核打机的 这个最后的杀手险 另外有两个旅 藏在了地下 这是美国最新的情报 我们看看 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剧场的官方 几一放军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的舰艇面对 在11月下旬 到西太平洋海域 展开训练 是粘度的例行训练 而日本的海上 自卫队的巡逻机 侦察发现 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的舰艇面对 六艘舰艇 相继通过了 冲城门岛公武之间的 公海水雕石江太平洋 日本防卫省 派出的飞机 一路见识 经过情报确认 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派出的 包括了一艘的 情报收集舰 还有导弹驱逐舰 补给舰 护卫舰 一共六艘舰艇 解放军舰艇 通过了相关海域 驶向太平洋的身处 日本防卫省 日本舰舰 日本舰舰 对于中国的舰舰 再度的穿越冲城 十分关注 说中国海军 不断强化远洋进出能力 而这次 有大批舰舰 前往太平洋海域 展开了训练 包括了海洋情报的收集 而解放军的 会舰 展开了大洋的演训 不排除 是以新的方式来试射 新的导弹的 实弹的事业 日本媒体报道说 就在今年的六月份 包括核潜艇 在内十一艘 中国海军的舰艇 已经相继的 通过冲城 驶向太平洋演训 而这次 解放军的演习的 实弹的设计的规模 比以往 都是前所没有的 据美国之一的报道 越南政府已决定 2012年度 越南的国防预算 大幅提升到 22.7亿美元 比今年增长35% 西方的军事战家认为 越南大幅的提升军费 与日趋紧张的 南海局势有关 西方相信 越南未来的 军事建设的方向 是要强化 越南在南海地区的 作战能力 西方军事情报界 情报显示 越南已经成为了 苏尔基苏30 俄制战机 最重要的进口国家 当目前没出 越南已经先从 俄罗斯进口了 大量的苏尔基苏30战机 目前数量超过24架 使到越南对南海的 对空对海的作战 能力大幅的提升 据俄罗斯军事供应网的消息 中国大陆解放军 重复克兰购买的 所谓瓦良格号的 航空母舰 也就是解放军 所谓试验型的航空母舰 一时没有安装 舰载机的 着陆拦阻的装置 法老说 这种舰载机的 着陆拦阻装置 中国很难研发 而且在国际市场上 也很难买到 俄罗斯和中国的谈判 遇到不少困难 俄罗斯军工企业 明确的表示 不会向中国 出售这种舰载机的 拦阻装置 俄罗斯的军工高层说 核潜艇航空母舰 还有核武器等 战略性的武器系统 是禁止出口给中国的 以此中国军方 很难获得俄罗斯的 舰载机的着陆 拦阻装置 之前有个消息说 中国的歼15战机 在陕西 进行过模拟 航母战机的训练起降 不过该起降 并没有安装 俄罗兰组的装置 这样中国的战机 还有航母只能进行 常规的降落的战机事业 将会严重的 影响中国航母的发展 据看和防空评论报道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 大型的无人机 开始频繁的出现在 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 敏感地区 南海也有机箱出现 报道说在中国沿岸的 军用机场 已经相当的现代化 包括广东 每一周的机场 北京通州的机场 广东每一周机场 部署的是战术的无人机 北京通州机场 相当庞大 有12个机库 而北京通州机场 大型的无人机 应该是直属 总参的信息作战部队 韩河防空评论的报道还提到 在北京周边部署的 12架大型无人机 巡航时间 可以达到40小时 有大型的光电吊舱 包括住夜的电视摄像机 和红外摄像机 可以大量的征送 传送侦察的图片 另外报道还说 还有更加大型化的 降龙无人机 已经在中国的成都试飞 它的一站20米 机长10米 是中国版的 全球英的战略飞行机 有几千公里的 战略侦察能力 可以大范围的 侦测南海东海周边 相关的军事目标 不过目前还没有正式 在解放军服役 据英国BBC报道 北约在攻击塔利班的时候 在二十四地澳 轰炸了巴基散的 两个军事检查站 炸死了24名巴基散军人 有13人受伤 北约对巴基散的攻击 引起了八方强烈的反应 巴基散中断了 从巴基散境内 通往阿富汗的 北约的后勤补给线 另外在巴基散国内 掀起了反美的浪潮 巴基散高层决定 可能要中断 与美军的情报合作 同时要求美国 15天之内 撤离位于巴基散国内的 主要的空军基地 另一方面 大陆官方的西华网报道 代号为友谊2011的 中华联合的防空演习 在巴基散